我们只是到那现场的时候 只发现它已经断气 还有就是它已经没有脉搏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这是一个突然的判断 这个事件发生在1月1日 当时我的研究人员在设计 一些球游戏 我们是一群的球游戏 所以我认为第二次游戏 如果我不是错误 我认为我的朋友 当时我走到球游戏 突然我倒下了 有些人能够救生生 当时有研究判断 他只需要开始搜索 叫警察 在马来西亚 叫999 开始搜索 如果有任何人能够救生生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还要及时去拿 我们的学校 本来有准备的 AED Al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领导给我们指示 去如何帮助这位患者的机器 所以我们就照样跟着他 给的指示来做 开始搜索 CPR PUSH HARDER G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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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游戏比较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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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游戏比较习惯 2-3年 2年 所以我可以考虑它习惯了 我们知道 Cardiac Arrest 可以 判断 任何人 Cardiac Arrest 当时当我看到这个情况 这个 发生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蛮紧张的 但是我在信里面告訴自己 说要镇定下来 要解决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当时 但是身旁有很多人在外面 指示点点我们的群众将涌上来 其实我们大家都许分压力 我没有觉得任何事 我只是瘦瘦瘦 然后突然间发现 所以我醒了 我只知道我已经在GH 然后在总医院 我许分压力 然后朋友们告诉我 告诉我五个年轻人 他们把生命救了我的生命 然后他们真的做了一个好事 然后他们告诉我所有事情 然后我发现 然后他们展示我所有的视频 在Facebook 刚才我见到他们 然后我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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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生命救了我的生命 他们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我 正好 然后我有一个目的 这是 注重我的最大的努力 就是这种这种 这样的能力 的毅度能救命 它是最最好的 才能救人 如果有人在身边 在身边 都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